這間餐廳最特別的地方我想是它的湯底 不單是一款,沒得選擇 而且還要清水,麥味都沒有 由於湯底沒有味,所以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鮮味 因此這裡所用的都是最新鮮的食材 其實小弟現在還是在鄉下過年 不過由於這幾天沒有空拍片剪片 但又不想不出片 所以就唯有剪回兩個月前去順德拍的片給大家看 潮山地區的片要遲些才出給大家看 正所謂食在廣州,廚室奉承,奉承所指的就是順德 同時順德亦都在2014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的稱號 因此順德絕對是好像我這些那麼餵食的人 必定要去玩的地方 在去年12月我就去了順德 來回個兩日一夜的美食之旅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天的行程 整個順德其實是可以分為十個區域 不過當中最旺 最多出名的食物的我想就是大量和容貴 行程的第一天我們就先來到容貴 其實順德這裏有不少餐廳都是在大量和容貴都有分店 我這次第一站來的這間餐廳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間餐廳就名為豬腰世家 顧名思義就是吃豬腰 由於最近出片就出得比較密 個人就會比較累一點 因此就要過來補一補 這裏的豬腰是用糯米酒和薑汁來浸 座底是兩隻起叫 而除了豬腰之外 你還可以選擇配雞子 或是豬腦 由於我同行的朋友說不吃雞子 所以唯有只加豬腦去就算了 順便給他補一下我腦 先來試試豬腰 裡面來加入了一段薑葉 還有再配到一碟薑蓉豬腰 亦可門得緊 如果大家會擁有什麼味感 就可以順便點,椅長壤 更佢取得心 洗得很乾淨 完全吃不到任何意味 而且豬腰是 很爽 很好吃 chased 現在我來試試給我朋友 用來補腦腦了 入口即溶, 哇,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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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不過其實這碗菜最棒最棒是它的湯 喝到很大股酒香味和薑汁的味道 在這個冬天用來驅寒就十分之一流 其實這裡除了豬腰之外 還有不少很有特色的廣東菜可以點的 譬如這裡另外一樣招牌菜就是綠鵝 以及我今次點的沙薑白切豬手 好, 吃豬手, 最重要的當然是吃它的沉皮 口感非常之好, 很爽脆, 很Q彈的 老實說, 容貴這裡其實是沒有太過吸引人的景點 主要都是吃的為主 不過由於剛才那一餐就吃得太過飽 所以就走了一個多次 來到附近一個最近新開的商場 海盡達城這裡, 先休息一下 據聞這個商場是現在容貴最頂級的商場 所以進來之後, 我不單發現有很多外國著名的品牌 接下來這個商場也會開容貴第一間五星級酒店 Hilton 加上這裡其實是在容貴的正中間位置 我以往介紹的任何一間位於容貴的餐廳都是非常之方便 因此如果遲些大家過來容貴玩 都可以考慮來住這間Hilton 信德人真的很懂得吃 所以信德裡面是有不少私房菜館 這些私房菜館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開在一些環街宅巷 而且裡面的裝修都是很民居 真的好像整間家一樣 名符其實真的是一間私房菜館 而接下來我帶大家去吃的這間私房菜館 就比較特別 加上他所買的東西並不是正餐 而是甜品 私房甜品不知道大家吃過沒有 現在就帶大家來這間銀機甜品 試一試私房甜品 Let's go 這間銀機其實我三年前已經來過 那時候就覺得她的甜品是便宜得來非常足料 例如這個鮮奶椰汁桃膠 你會發現裡面的桃膠是多得很恐怖的 北極都是還有桃膠的 而且喝下去是很重椰汁和牛奶味的 非常之美味 由於實在太過便宜了 所以就多點一碗10元的西米露牛奶燉蛋 同樣的西米也是很貴多的 燉蛋和西米的比例幾乎達到1比1 燉蛋很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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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味同樣也是很重的 而西米很Q彈 踩了十多分鐘單車 來了容貴北面 靠著大良河邊的一個名為漁人碼頭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和香港也有少許關係 據聞這個碼頭本身是用來運到香港糧食上貨的地方 而且是由香港商人所建的 不過由於後來陸路運輸越來越發達 因此這個碼頭自從00年開始就丟空了 現在就連周邊的工廠活化成一個漁人碼頭 既然叫做漁人碼頭 巡禮都會有一些咖啡和酒吧之旅 而且當中有一些商鋪餐廳的外景也挺獨特的 例如我剛才就見到一間小食亭模式的麥當勞分店 但外景竟然是一盒薯條 另外我也見到一間獨立屋式的71 天台那一層甚至是可以讓人上去坐下來喝東西 也見到一間咖啡店是用一個集裝箱來改建而成的 坐在裡面透過落地大玻璃 看著外面的光景喝東西的感覺也挺捨異的 雖然那間店叫Janus Vuong Coffee 不過我查過資料 應該是跟新加坡很著名的甜品師傅Janus Vuong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純粹只是撞對名字相同 正如我剛才也有說過 因為我本身的潤貴本身沒有太特別的景點 因此這個漁人碼頭 我本身覺得是一個 適合讓人在這裏玩家打卡的地方 日一夜晚我去了一間火鍋專門店 從記到打邊攤 這間店最特別的地方 我想就是它的湯底 不只是一款不可選擇 而且還要清水 什麼味也沒 由於湯底沒有味 所以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鮮味 因此這裏所用的 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譬如想吃雞的話 這裡就有新鮮雞可以即湯即食 不過老實說 新鮮雞大陸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得到 山長水軟來到順德 就當然要吃一些平時的小食物 譬如我最喜歡吃的竹腸 即是豬靠近胃的一支小腸 肥口得來很爽口彈牙 鮮味重得來又不像大腸一樣會有異味 吃之前只要點一點薑蔥豉油 釣一下鮮味就已經很好吃了 喜歡吃腸但又怕有味的話 就一定要試試 其他有趣的部位還有脆嫩爽口的豬天梯 還有豬金錢、豬牙肉這些 嫩得來好彈牙、鮮味極重的部位 喜歡吃一些新奇有趣的人 來這裡吃一定會很滿足 好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吃桑拿雞、雙皮奶和醉鵝 如果想看我以前出過的其他信得片 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